好的 那我們現在呢 他已經開放了一個逃脫章節 就是高聲篇 那應該 我想應該 呃 是從他的角度來 去逃脫遊戲 吧 我想應該是這樣 遊戲將從這個章節開始 呃 需要從 至你目前所玩章節的存檔進度 那應該是藥 我以為之前這樣找到兇手之後就結束 喔 原來就真的是以他的角度來看 我 還活著 當我醒來時 映入眼人的便是這個陌生的房間 看起來 我好像被綁架了 被捲入了什麼不得了的事情 萬幸的是 我沒缺少 哥 嗯 我不知道怎麼講 這 我忘記怎麼唸 反正是沒有缺少手也沒有缺少腿 還能動 於是 我開始環顧四周 發現了一道門 試探後 我發現門果然真的鎖著 喔 他沒有被鎖住啊 肯定是那群人 是那群人幫我綁到這裡 關起來的 我深刻的意識到 在這無可奈何的環境下 我還活著 然而 這也讓我驚恐萬分 一個平靜的生活 或者虛無之日的人 一旦追入特別的非日常情況 然後就會怎麼樣 哇 暗到 不好意思 就像現在的我 只想回到正常的生活中 能回去的話 第一件事 就是去擁抱家人 有人嗎 有人在嗎 快回答我 我不斷地呼喊著 求助著 以為這是我現在唯一能做的事情 然而 回應我的 像是死一般的寂靜 哈嘍 哈嘍 各位好啊 寂靜突然被打破 我不得有 朝著那個方向望去 對面大屏幕的電源 不知何時被打開了 屏幕上有一個 卡通骷髏頭正在對朝我微笑 難道 這傢伙就是把我關起來的犯人 名為9號的骷髏頭 向我們愉快地說明了 接下來我們要賭上性命進行的 生死逃脫遊戲 內容十分恐怖 除了我以外還有三個人被關在不同的房間 如果規定時間內 全員沒有逃脫 大家都會死 然後 贏在大屏幕上的 這個叫做山吹蜥的少女 俊英臉 驚恐地看著我們 這孩子是主角 要和我進行道具交換的主角 居然把大家的命 吸在一個小孩身上 全是惡趣味的玩家 如果他失敗了 我也會死 不光是對我 對大家來說 他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 兩 當然 拖後腿的 不一定會是他 我只能祈禱大家 都不是笨蛋 都能安全的逃跑 伴隨著9號的開場白 房間的燈被點亮了 毫無道理可言的死亡遊戲開始了 三十分鐘後 我會死 會死吧 不 我討厭這種等死的人生 還有我不知道的幸福 開講時間的願望在等著我 我絕對會通關 活下去的 所以 我要再逃一次就對了 OK 就是洗用他 用這個角色 來逃脫 大屏幕旁邊有個裝置 仔細一看的話 這個裝置左側有個插槽 不許能插入卡片之類的東西 喔 因為我之前想到說 之前有個 像錄音帶的東西 應該是這個吧 因為之前想說 不能看 很想看 這裡的牆壁 好像有個不自然的痕跡 桌子上是 手機和錘子 這個手機是怎麼回事 根本沒有裝什麼軟件 而且還是沒信號的 選 來 當照相機和機師本用 還有這個錘子 看起來好像缺少了什麼零件 能讓催生的零件在其他地方 在其他地方 敲 好 可以交換了耶 先等等好不好 我先把視處 每個角度先看過一遍 有一台蓋著的鋼琴 要談談看嗎 我先打開好了 嗯 欸 打不開啊 看來蓋子是被螺絲釘給釘住了 好吧 這間 啊就是這個門 好沒東西了 那我們先 交換 東西 先交換這個 可以放嗎 先放正面 聽聽看 米拉 米 哈哈 這是什麼 數字 啊 好像有什麼聲音 這段聲音 進入在筆記本上比較好 米拉 米拉 完 完 哇 哈 蘇西咪 啊這什麼字啊 好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應該是要彈鋼琴用的 那沒關係 我們來聽 背面 3 6 2 5 7 3 很好 這是什麼 數字 3 6 2 5 7 3 2 4 6個數字耶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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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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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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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再看 欸 剪刀的一個小猴子 打不開 那我再看一下那個線索齁 呃 線索 線索 不好意思 362573 是這個嗎 362573 我先看一下鋼琴齁 123456 還是只有白劍啦 246 有到7欸 362573 3 2 啊不對啊 啊等一下 果然都可以踩 好好好 重來重來那邊 3 2 6 5 7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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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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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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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